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无邪说 攀子就好这一口 可全没关系 胖子说 这才是真兄弟 攀子跟着无邪 走无邪的得力助手 后来为了掩护无邪 成功逃离张家鼓楼 而牺牲永远都忘不了攀子死时唱的 小三爷你大胆的往前走 别回头 这首歌后来一直都不敢正视 想必很多道米也不敢正视这首歌 因为听了就忍不住想流泪 而这次无邪和胖子前来见攀子 是因为十年已过 十年之起来临 无邪和胖子要去接青铜门内的小哥来见攀子 是希望攀子能在天之灵保佑他们 平平安安的将小哥接回来 接回来小哥 那么体三角又将合体 也是让诸多道米们快乐的事情 终于要去接小哥了吗 而胖子接下来的一段话 让我们终于明白 为何青铜门之后 无邪会越来越成熟 也越来越不苟言笑 越来越严肃 为什么沙海中无邪会那么心狠 十年了 无邪不再天真无邪 几乎没有笑过 胖子说 希望无邪笑一下 这样小哥才能认出他来 正如无邪不许别人叫他人小哥一样 天真的样子 也只能在小哥的面前展现 之后一群人出发 无邪在车上收到了解雨晨的微信 他已经出发了 看样子 一起去长白山接小哥回来的人 不仅仅有着浩浩伤伤的队伍 还有花言 之后所有的车队用鸣笛的方式来跟攀子打招呼 让人不禁热泪灵狂 无邪和胖子一直都没有忘记攀子 作为道米的我们也没有忘记 之后 镜头一转 无邪说 我们去一个清凉一点的地方 来过这个夏天 说完 看了眼身边的空内 这想必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地方 没想到在沙海的剧情中会有接小哥出青铜门的故事 十年一谎而过 铁三角还是当年的那个铁三角 万没有想到南派三叔 把这一段给拍了出来 还真的要去接小哥了 看了这一段 表示真的很期待接下来将播出的剧情 很想看到接小哥的全过程 你说 我们怎么能不期待沙海呢